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as Pre-MAX 95 富含 Pro-Drive Holy X 一换上这个 Sport Plus 那个排气升浪瞬间就不一样了 Oh my god 这个扭力真的是 这台真的有在变态诶 300p 的 Sedan 你有看过吗 而且它不只跑得快 外表也长得很帅 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开箱一辆300p 的 Sedan 它就是马来西亚最便宜的 AMG A35 Sedan A35 Sedan 必须说的是作为一辆 AMG 这个 A35 Sedan 它在外形上其实是蛮低调的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头灯组采用了 是最高阶的 Multibeam LED 配置 而且这个 LED 头灯还具有一个很漂亮的开幕仪式 至于保险感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保险感的设计其实是 和我国的 A250 Sedan 一样 也就是和 AMG Line 一样的一个设计 来到车车的部分 这个 AMG A35 还拥有专属的一个 19 寸轮圈 这个轮圈采用的是一个五湖式的双色设计 这个轮圈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然后里面就可以看到还有这个大鲍鱼了 来到车尾的部分呢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 AMG A35 它拥有一个小型的压嘴式尾翼 那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尾翼的设计 我觉得让这台车的车位整个帅气了不少 作为一台性能方车 它下方自然是被有双边单出的大型排气围管设计 也让这台车看起来更加的凶悍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个 许多奔驰车主梦寐以求的徽章 AMG 这可是正版的哦 不是淘宝9.9 包邮的 AMG A35 它除了拥有专属的 被称为 AMG Ride Control 的电子悬吊系统以外 它在一些部件上也是直接沿用上一代 A45 的部件 像是转向系统以及一些底盘部件等等 那为了应付如此猛爆的动力表现 原厂为这个 A35 导入了相当厉害的一个 刹车系统 前方它就采用了一个大肆活塞的刹车卡钳 然后还有这个 AMG 字眼 并搭配 350mm 的打孔刹车盘 至于后方也是不简单 它采用一个单颗活塞刹车卡钳 搭配 330mm 的刹车盘 同样也是有打孔的设计 AMG A35 搭车是代号为 M260 的 2.0L 四杆 握轮质压引擎 这具引擎它在 5800 转可以产生 306hp 的最大马力 至于峰值扭力则是在 3000-4000 转左右 产生 400Nm 的扭力 搭配被称为 AMG Speed Shift 的 7 速双离合变速箱 同时它也拥有一个 AMG 性能版的 4Matic 全驱系统 这个全驱系统可以透过一个被称为电子机械的差速器 将 50% 的扭力传送到后轮 同时它也被有 Ray Start 弹射起步模式 0-100 加速 只需要 4.8 秒 玩玩啊你以为 和 A35 Hatchback 小钢炮相比 这个 Sedan 版本它的优势自然是它多了这一个屁股 那这个屁股它的尾箱容量达到了 420 公升 我目测来看我觉得要放下几个行李箱都不是个问题 基本上应付一般小家庭的需求它都能做到 在内装部分呢 其实这个 A35 看起来和 A550 差不多一样 但其实它们还是有分别的 首先 这个铝制的示板这边呢 它就有 AMG 的贴纸设计 然后还配有 AMG 字眼 告诉大家 我们不一样 然后在方向盘的部分呢 AMG A35 也是采用一个非真原式的设计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很热血的红线 这边还有这个 Alcantara 的绒皮配置 整个摸起来的手感很好之余 也让你觉得热血十足开起来就想开快一点 那我国的 A35 呢 并没有外国版的赛车铜椅配置 估计这个铜椅是要留给大哥 A45 吧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 Signature 那就是红色的安全带 与其它的 A-Class 成员一样 A35 它同样也是被有这个非常酷炫的 这个氛围灯设计 然后这个氛围灯呢 在这台车身上也是可以选择颜色的 你只需要透过这个触控屏 进入它的 Comfort 然后点击 Ambient Lighting 的 Color 它就有一个调色盘 可以让你选择任何你想要的颜色 非常的 fancy 那说到这个触控屏呢 就不得不提提这个悬浮式的双屏幕设计了 这个双屏幕呢不但非常的高清 而且它的色彩很丰富 让这台车的内装啊 科技感的氛围变得很高 我可以透过这个触屏 又或者是透过这个多功能方向盘 这里的 Touch Pad 呢 直接选择我要的功能 而我注意到的是这个 A35 呢 它还被称为 Teams 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 然后这些预设的主题呢 你只要切换 它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界面显示 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酷 包括像是这个仪表盘 它也是有不同的界面 OK 我就选择这个 Race Track 这个 Race Track 它的这个界面 哇 直接给你一个好像 类似 F1 赛车的这个 仪表盘界面 这个真的有热血 我们平常讲车 很少讲车的这个主题的 但是这一台车它的这个主题 这么的 Fancy 我觉得 我就大概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回这个新一代的 A-Class 它在中间这个植物格这边的部分呢 它还放置了一个很大型的 Touch Pad 这个 Touch Pad 呢 可以让你在开车的时候 直接透过你的手指 直接进行操作 包括点击啊 等等的功能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主题有什么功能 首先这个 Comfort 有我刚才说的这个 氛围灯的选择 你可以切换不同的颜色 它还有一个被称为 Sit Comfort 的功能 这个 Sit Comfort 呢 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按摩椅的功能 OK 然后进到 Performance 我过的 A35 呢 它是没有外国那个可以选配的 被称为 AMG Track Pace 的这个功能 那个功能 它是可以记录你的圈速啊等等的 但是在我国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然后我进入这个 AMG Performance 我就可以看到它 你可以选择你的驾驶模式 这台车呢它是有五个驾驶模式的 包括了像是 Slippery Comfort Sport 以及最热血的这个 Sport Plus 然后你想要个性化一点的话 你可以选择 Individual 然后你 Individual 的话 你就可以自由选择你的这个引擎 要什么模式 然后你的变速箱要什么模式 你的方向盘的力道要什么模式 以及最重要的这个电子悬挂的硬度 你也可以选择 这个灵活度蛮有的啦 它支援 时下流行的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但是有点我不明白的是啦 这台车呢它在这边是有这个 无线手机充电插座的 可是 它不支援无线手机互联功能 所以你还是需要透过 Cable 来 插上这边的这个专属的这个 USB 插槽 然后再连接你的手机 你的 CarPlay 就会启动了 但是呢这台车它有个问题就是 它全车有 1 2 3 4 5 5 个 USB 插槽喔 可是全部都是 Type-C 的插槽 也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 Converter 那原厂其实它是有给这个 Converter 的 但是这个 Converter 只有那么一条 也就是说 你如果连接了这个手机过后呢 其他四个你就要自己想办法 去找 Converter 去买 Converter 也好 才可以用这个普通的 USB Cable 那除了这个功能强大的主机以外 这个 A35 还有一个我喜欢的 就是它的这个抬头显示器 这个抬头显示器喔 除了是彩色界面以外 它的这个界面也可以进行客制化 你需要透过这个 Touchpad 你就可以自行切换你想要的一个界面 那我从这里看到它除了可以 显示时速以及转速以外呢 你甚至还可以显示那个自动刹车的距离 100米 50米 0米这样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新一代的 A-Class 的卖店 那就是声控功能 Hey Mercedes How may I help you? Navigation McDonalds One What is being calculated? OK 除了导航以外呢 这个 Hey Mercedes 声控系统 还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包括像是 甚至是切换这个氛围灯 我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Hey Mercedes How may I help you? Ambience like blue 非常的厉害 那我对这个动力组合的第一个印象呢 是它的这个加速表现呢 非常的饱满的感觉 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这具引擎 导入了这个双涡流涡轮增压技术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的是 原厂可能未来要保护这个变速箱 这一具气速的AMG Speed Shift 有时候尤其是在市区走走停停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顿挫感的感觉 蛮强烈的啦 然后这个气速的双离盒呢 它在换挡的这个实际和逻辑方面 有时候也是不够精准的感觉啦 Anyway 这一个动力组合啊 这具引擎呢 它的这个瞬间扭力 加上它很强烈的这个铁背感 以及变速箱这个 换挡的时候那个顿挫的感觉 再搭配 这个设定蛮Hardcore的一个底盘 整体的这个搭配呢 整个组合呢就让你会有一种 开着跑车的感觉 那接下来我就要说它的底盘掉线了 那这个电子懸吊呢 我先说一说了 它有三个模式 我现在其实是用的Comfort模式 在这个舒适模式下呢 它的这个阻尼形成是稍微比较软了一点 就比较有一个形成的感觉 也就是说它能兼顾到一个舒适性 只不过因为这台车使用的是 235 35 19 吋的轮胎 非常的薄 路改会稍微比较明显的一点 而如果是相比起我之前开过的Golf R 那我就觉得Golf R 的底盘舒适性 它是比较出色的 我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三道了 所以我要将它切换至Sport Mode 哇 一切换到这个运动模式 整台车就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首先我感觉到的是这个方向盘的 力度有在加大了 这个方向盘虽然不是最精准的那一个 但是它的这个手感感觉很有 在伴随着这个全曲系统出色的抓地力 整个感觉就是很有韻味的感觉 好像我在过着G1的时候 整个感觉就是让你很稳定 然后 你给多少就给多少的感觉了 不过这个底盘呢它有一种韧性 而且我感觉到它有在和司机沟通 我现在在这个紧错三道这样子开啊 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新一代的A35 如果说和上一代的A45相比 上一代A45它有那个推头的 头很重推头的感觉 但来到这一代这个新的NGCC的底盘呢 加上工程师精心调教的这个悬吊设定 在这样的紧错弯道上呢 反而在这个新一代的A35身上 它出现的是一个很活泼的车位 我甚至在稍微比较激烈过弯的时候 那个车尾是要飘要飘这样的 很顽皮的感觉 我个人是真的是很喜欢 这样子一个很活泼的性格 真的是赞 OK啦 那我现在已经是来到半山了 我现在要切换到最猛爆 最为热血的SPORT PLUS模式 一换上这个SPORT PLUS 那个排气升浪瞬间就不一样了 而且我还隐约听到打炮声哦 那在这个SPORT PLUS模式下呢 这个电子悬吊的设定也是最为硬的 很明显的我就感受到很多 Feedback 很多路感的回馈了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设定在 Holy 在这样的紧错的弯道上呢 它的那个回馈啊 它的那个反应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灵敏 真的是我给多少 我转多少哦 它给了这个摆动就多少 OMG 这个扭力真的是 这台真的有在变态耶 而且在这个SPORT PLUS模式下呢 它改变的不只是整个底盘 大家听到了吧 我才要说而已 它改变的不只是它的这个底盘设定 就连引擎和变速箱的设定都有所不同 包括你看我现在在减速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一直通过这个降挡 来制造那个Engine Brake 的感觉 给你更加热血的一个感觉 而在这个SPORT PLUS模式下呢 也拥有大家都很爱的这个打炮声 我其实刚才在开的时候 我一直听到打炮声 大家听到了吧 砰砰 哇 有一点我不需说的是 这个全驱系统呢 其实AMG 是有经过特别调教啦 它会在适当的时候呢 透过扭力控制 然后以及前轮机后轮的分配 来给你一个更出色的 循迹表现及动态表现 这也让这个全新的AMG A35 显得非常容易开 而且它的极限也变得更加的高 在山道上开着这台车 我真的觉得这台车 它的这个体态很灵活很直接 然后很快 并没有全驱系统那种笨重感 反而多了一丝那个全驱车 全驱钢炮的那种好玩 我之前曾经就一直强调说 A550 开起来很好玩 A550 开起来很好玩 那我现在开着这台A35 我觉得哦 它是A550 加强版耶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底盘和动力设定呢 虽然说并没有 Golf R 那般的自然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足以和它抗衡了 那以往我们觉得 这个拥有丰富驾驶乐趣的车呢 它都是底盘表现 是大过动力表现的 但是这回开了这个A35 我觉得这个定律 这个Law呢 可能要改一下了 因为 AMG 成功让这个A35 在拥有一个很暴力的动力表现之余 但是它又可以带来一个很丰富的驾驶乐趣 简单来讲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台很好玩的暴力绅士 而这一点呢 我真的是让我深深的爱上了 AMG A35 Serain 在我国的售价是 348,888 令吉 花一个35万你不止买到一台奔驰 你还买到 AMG 的性能 而且它还是一台长得很帅气的轿跑 重点是不止车帅 你开着它你人也会变得更帅 而且它还有一般性能小钢炮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很充足的一个伪向空间 今天你问我对A35 Serain 有什么看法 我可以很直接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新欢了 爱你深深 我们今天这一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以及最重要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及点击上方的小铃铛 那下一回有新的影片呢 YouTube 就会直接告诉你了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as Premax 95 富含 Pro Drive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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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